群眾夾到歡呼 瓦格納領袖普利格金結束 一日叛變宣布撤兵 搭車離開 用兵領袖頓時化為英雄 與民眾握手合影 只是這場只有24小時的兵變 還是讓各界物理看花 把時間回推到上禮拜五的 6月23號 瓦格納集團先在Telegram頻道上 剖片指控俄國軍方偷襲 他們的兵營 酿成重大死傷 不久後普利格金就昭告天下 要率兵指導莫斯科 為弟兄報仇 他也說到做到週六黎明時分 開始有傭兵出現在俄國南部的 羅斯托福地區 普利格金則是在上午7點多露臉 宣布占領該區的軍事總部 海放話旗下2.5萬士兵 已經做好赴死的準備 由於兵變畫面快速流出 普京不得不露臉 在上午10點發表電視演說 普京說反恐行動展開 並且要棄拿普利格金 但瓦格納不願退讓 繼續沿著M4高速公路北上 再抵達佛洛尼斯市時 一度遭俄國軍方直升機 從空中開火發生爆炸 不過整個過程瓦格納並沒有遭遇太多阻擋 中間還有飛航網站追蹤到疑似普京的專機 火速飛離莫斯科避難 甚至有前線俄國士兵拍片力挺普利格金兵變 卻晚晚沒想到幾小時後局勢出現戲劇性發展 當地時間晚上8點左右 普利格金突然宣布在與白爾總統升潭之後 為了避免流血冲突決定撤兵 這場兵變在瓦格納大軍距離 莫斯科僅200公里遠時 揍然跨下據點 普京暫時化解兵變的危機也同意赦免普利格金 不過以往反對普京的人接連遭到毒殺 離奇墜樓等方式暗殺 預料普京也不會對普利格金這個叛徒手下留情 但普京本人身處何方現在成了最高機密 儘管這場兵變虎頭蛇尾草草收場 卻也讓外界看到俄軍內部的忠誠度不堪一擊 普利格金曾犯罪入獄 出獄後適逢蘇聯解體 在聖彼得堡賣過熱狗並開餐廳 直到遇到普京後才嫌於翻身 獲得大量政府餐飲標案甚至操刀鼓宴 但專家認為普利格金性格更像是拿錢辦事的黑幫 過往情信關係早已因為俄乌戰爭敗退產生裂痕 瓦格納一日叛變落幕 但俄乌戰爭還在進行中 俄國內部長期以來的不安情緒 很可能因此被悄悄點燃 這部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